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更便利的生活 许多创新技术的应用 也为各个领域开拓出崭新的视野 劳动部攜手国科会结合职业安全卫生资源及科技发展量能 运用5G 扩增实镜 AR 虚拟实镜 VR 混合实镜 MR 和 AIoT 等技术 打造国内首区抑制的职业安全卫生多体感延伸实镜 XR 场域 并将持续扩大合作领域 透过类实镜的有效学习 提升劳工危害辨识智能 保障工作安全健康 促进企业永续发展 位于高雄科学园区的 SR Center 前身为废弃物占存厂 随着园区发展与规划 逐渐成为低度使用场域 为活化建物 遂将 XR Center 选址于此 活用既有建物进行修缮翻新 将职场必须具备的安全卫生学能 藉由虚实整合技术进行体感互动及沉浸式体验 以突破传统教育训练方式 利用沉浸式体验 让学员把训练的成果变成身体的记忆 为将 SR Center 扩大合作格局 112年4月14日 在劳动部李俊逸政务次长 与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吴振中主委 共同见证下 由国家科学委员会 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 苏振刚局长 及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 邹死联署长 一起签署 职业安全卫生多体感延伸实境 XR场域合作宣言 两部会运用科技量能 与职业安全卫生结合 更有效整合跨部会资源 提供全新的 类实境教育训练模式 内部空间采开放式隔间设计 规划六间体验区及多功能空间 其中体验区融入整合延伸实境 XR技术 藉由虚实整合 搭配多体感设计 提供各种沉浸式体验课程 包含机器手臂体验区 CAPE VR体验区 模拟堆高机体验区 VR体验区 畅转体感体验区 MR体验区 耳朵功能空间用来进行会议讨论 实体课程 休息室或其他用途 让空间运用上更为弹性 VR体验区共开发两套施工架作业 一套屋顶作业 以及一套高空工作车作业的 坠落职业灾害模拟训练系统为主 以施工架作业及屋顶作业职业灾害为案例 使用者配戴VR头盔 使用者配戴VR头盔并手持控制装置 将户外屋顶作业示范场域 透过3D建模打造虚拟环境 以虚实整合的方式与震动地板的即时互动 让学员有置身在施工架及屋顶的拟针视觉与体感 CAP-VR体验区以局限空间职业灾害模拟训练系统为主 目前开发两套体验内容 都是以下水道作业为背景 以下水道切割管线作业职业灾害为案例 透过拟针3D建模技术 以及既有隧道影像投影CAP-VR设备 营造出类隧道感 建构出下水道模拟作业环境 透过AI手部动作辨识进行操作 让学员了解进行局限空间作业 应注意各种相关的防护作业 MR体验区以两套化学品作业 一套机械作业 以及一套感电作业职业灾害模拟训练系统为主 以化学品喷溅职业灾害为案例 利用混合实镜MR技术将真实物体 与3D虚拟场景融合 利用虚实叠加的效果 再加上化学品喷溅模组 让学员有如亲自操作设备的体验 能更加了解化学品喷溅的严重性 以实体堆高机驾驶室与360度环境荧幕打造 利用堆高机操控杆进行操作 加上AI姿态辨识摄影机 透过AI系统检视学员操作姿态 让学员学习正确操作方式 直栽体验系统模拟学员进行堆高机作业时 应物品会绑妥 车速过快翻覆 以及路线规划不良撞击的职业灾害体验 另外 依据技能检定中心规范开发内容 加上A2技术作为第一站静态检查之训练方式 机器手臂体验区 目前开发一套吊龙作业 一套移动式吊车作业 以及一套公安事故回顾 其中公安事故回顾内容 选择了五种常见的职业灾害类型 利用3D技术制作成动画 主要作为新进员工作业前的公安意识训练 佩戴VR眼镜并坐在座椅上 利用机器手臂的特性 模拟飞行的感受 周遭架设电扇与光源 增加飞行的拟针感 畅转体感以上层为座舱 下层为具有旋转及抚养功能之体感平台 使用者佩戴VR头盔并手持控制装置来进行操作 现已开发一套屋顶作业与一套露天开挖作业 其中露天开挖作业模拟挖土机进行开挖作业过程中 因未设置挡土墙导致土石崩塌 造成人员伤亡 透过虚拟作业环境与体感平台的及时互动 增加沉浸式体验的感受 除了提供学员透过模拟训练系统的体验外 XR Center的户外屋顶作业示范场域与实体施工架 让学员也可以同时体验到屋顶作业与施工架作业的实体训练 XR Center开始营运至今 已办理超过200场次的课程与参访活动 累计超过5000人次参加 透过沉浸式体验的教育训练模式 从在学阶段进行公安知识观念扎根 向上推广至工部门奠定公安知识观念重要性 透过XR模拟训练方式 使工作者了解职业灾害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 并藉由模拟体验方式达到吓阻作用 以期盼降低职业灾害发生率 是建立XR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也希望透过模拟体验 帮助工作者对于职场安全卫生 更有意识并且看重 同时也能提升企业及员工竞争力 培养员工第二专长 未来中心也将持续开发职业安全相关的模拟训练课程 并且将成功的经验复制 向外扩散 成为各级单位或企业在职业安全防灾模拟训练上最强大后援 与各界一同打造更加安全、永续、友善的职场环境